除了游席宽表态参选新北市长 民进党新北市党部主委罗志正则表示 他也一直思考参选的可能性 令有志之士先后表态参选 具有现任优势的新北市长朱立伦却相对低调 面对媒体追问是否要参选连任 朱立伦没有正面回应 选择快闪走人 承军授齐棒球赛开打 新北市长朱立伦亲自出席 不过下一任市长大位要不要交出去 朱立伦还没拿定主意 但令义乡民进党期望这个位置的 可不只有天王游席坤 对于我个人参选的部分 我们一直有在思考 令有意参选的人陆续表态 身为现任市长朱立伦作用执政优势 但态度却反常低调 那市长你自己的话何时会宣布要参选 我是现任的市长 每一天把市政的工作做好最重要 我们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 我想这是民党内部的事情 好谢谢 转身比而不答媒体追问朱立伦满脸 尴尬选不选这种难回答全都是 为了2016进逐总统大位 应该是有洪湖自治啊 也就是说他大概不会想要 再被绑在新北市市长这个位置上面 那选上了又要再被绑四年 他或许是想说 如果到最后由国民党来征召他选的话 那他的压力可能比较 比较不会那么大 因为他如果自己主动争取 那势必要绑死了 就是一定四年要做到满 选战布局签法动全身 朱立伦小心翼翼 战战兢兢旧派一个不留意 浪费多年累积实力 和2016年总统大位擦身而过 有丹TV胡锦顺礼黄轩 台北报道